第一题要计算这个式子的值 这是一个整数的式子的运算 我们要注意的是先乘除后加减 那再来有括号的要先算 括号算法是先算小括号再算中括号 最后再算大括号 那第三个遇到次方还有绝对值的时候 要先把算出来 第四个重点是符号 遇到有符号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这个很容易算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算这个题目 9加-2乘上括号 18减掉-3乘以2括号 然后再除以4 那这个地方要先算的是先乘除后加减 那再来就是括号里面要先算 所以我们最先算的是这个括号里面的-3乘以2 那特别注意的是这个9加-2千万不可以先加 因为这个-2要先跟后面的括号 要先跟后面的括号乘起来之后才跟9来加 那你还没有还没有乘完除完的时候 你再加9就会错了 还没算的先把它照抄 18减掉-3乘以2 -3乘以2叫做-6 好 再来呢 除以4 所以呢 式子变成9加-2乘上18减-6 18加6 等于24 然后呢 再除以4 那这个 后面这个有乘又除的到底谁要先算呢 我们这个呢 就是照顺序来算 比较不容易算错 -2乘以24 -48 -48除以4 等于多少呢 -48除以4等于正 负正德 负48除以4等于12 9加-12等于负3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A 答案选A呢 等于负3 那这个这边打的这个B是错的 这边错了 这个错误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A才对